新竹县真偷汽车代步的彭敬冠切喜欢求神拜佛,而且随身必带平安符当作幸运物。 警方进行巡货车辆彩证,发现他身上都有带平安符的正向特征,查出他涉及至少九起汽车切案,今天将他一切到最嫌疑送新竹地检署并扩大侦办中。 警方表示,彭南于106年8月间假释出狱,竟不思悔改,出狱不到三个月窃取竹冬北浦一代多辆自小客车,作为代步用途,代汽油耗尽及随意气质路旁,造成竹冬居民极大困扰。 警方在进行巡货车辆彩证时,发现犯案舍法如出一册,且品牌多为日产汽车,可能为连续窃造案件。 重案小队接案侦办后,调阅近百支监视器,一发现切闲作案时相当迷信,洗带公庙求来支护身符当作性运物,加上车辆内采得的生物机证,所有证据皆指向腾南。 竹冬分局分局长谢波贤呼吁民众,汽机车停车时,请记得加上上大锁,并停放在有监视器或明亮处所,降低小小下手机率。 新竹县真偷汽车代步的彭信冠切喜欢求神拜佛,而且随身必带平安符,当作性运物。 记者郭正芬翻社,分享。 彭信冠切随身必带平安符,成为警方破案关键之一。 记者郭正芬翻社,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